有限 我就針對幾個問題 來做一些回應 基本上我呼應剛剛前兩位專家 剛剛主持人提到 其實在核廢核電其實基本上 在台灣應該面對 應該是分開思考 因為其實上核廢可以說是現在已經存在 所以這個問題我覺得 大家可能要跟核電的這個選擇 可能要有不同思考 所以核廢可能這是大家在 未來這幾年 如果在核一核二三有數億的話 後面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我覺得這可能是大家必須來嚴肅的面對 那當然核電或是說這個儲藝 或是核四要不要續建 這當然又是現在要處理 我只是說這個可能在思維上有一些差異 必須來分開處理 那我基本上也同意這個風險溝通 這個部分是必須來做 我覺得必須給核工的這些相關的這些專家 或這些過去的可能有一些鼓勵 我覺得鼓勵他們出來跟社會對話 因為我相信很多你周圍有些朋友 他們說他們可能知道一些事情 他們不願意公開講 那我覺得這樣的社會氛圍 其實對於台灣整個核能安全 並不是一個很好的一件事情 他們應該把這些知道或等等 那社會不要責任到個人 而是說對於整個社會的這個機制 或社會安全 核能安全這個部分怎麼樣來推動 那我覺得從機制上可能必須 我也同意剛剛前面那位媽媽提到 或是那一位朋友 我覺得我們之前有在談那風力溝通 我覺得非常我有同樣的感受 其實在很多我看到之前做很多這種核案的這種設計 其實我們大家覺得說好像什麼時候發生 其實台巴士會到哪裡 然後把大家帶走 其實我同意我們當時我記得 同樣我提出跟你類似的問題 我們同樣有小朋友的時候 你不會往外面跑的 你會接近接小朋友 你會知道你的小朋友的安全在哪裡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現在思考那種疏散 叫大家一定很理性的往哪邊跑 這完全是逆向的思維 你會先找到你的家人 你會先跟你的家人聯絡 所以我覺得這很多這種 很基本的在那個時候的人性的部分 可能不是我們現在在過去 在存這種理性的思維的這種思考 所以我覺得社會科學跟其他的這些原來的工程 或等等這些必須有更多的對話 他必須跨領域來思考這個在這時候的策略 包括剛剛提到的更多的監督機制 公民必須納進來 當這個社區NGO很多社會公信力都必須納進 目前我覺得至少現在還有三座在運轉 所以這個部分的很安全的溝通跟等等 我覺得更需要大家跨領域的來合作 那我覺得最後我覺得還有一個就是 剛剛提到公民的這個決定 我同意我覺得今天這個環保團體 這個綠色公民取得很好 真的就是綠色公民 我覺得基本上就是我剛剛提到幾個選擇 一個是經濟的角度 或許可以從倡議從綠色電力這個角度 然後讓公民在綠色電力有一些參與的選擇 可以說是選擇權 另外剛剛從政治的角度 我覺得公民投票 他不能 我覺得就政府角度來 不能試試公民投票 但是有一些 最後重大的決策 或許他真的是必須從公民投票這個決定 我想從歐美的經驗可以看到 他必須是解決爭議 但是公民投票他有些很多的前提條件 資訊透明開放 社會的溝通 互相說服或是理解 我覺得這個部分可能是台灣在走向那個決策的點之前 可能要有的這些相關的準備 我想做這樣的一個分享 謝謝 好 謝謝 這是最後一輪的指紋 你要不要做一些最後的結論 那我們請那個謝父 您也做一下一個結論 我謝謝有這個機會 過去我在演演會的時候 看到各位 各位都是橫皮樹木 那我也是憂愁滿面 對不對 今天難得跟大家 大家能夠最少 能夠有時候還交一下 這是我們非常難得 但是我們覺得這是一個 一個開始 這個社會上 真的要往 在一個民主社會 真的要往良性的溝通去走 我們還是要 以基本的附近度開始 慢慢慢慢來找到 那我就跟你們的問題 我們來解決開 我非常感謝這個律盟給這個機會 因為這個黃秘書長 副秘書長來寫進給我的 他也是想說 欠這樣一個機會打開 這樣一個過程的打開 在我肯定的話 我們可以進去 謝謝 謝謝 那我們今天時間非常有限 那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就是說 這幾天我們就是 運盟這次 非常難得的機會 邀請滿口來 他是第一次來台灣 我覺得他太辛苦了 這幾天就是我們 拜訪的智庫 拜訪的媒體 拜訪的政府部門 還有拜訪的立法院 都不斷希望能夠傳達一些信息 就是台灣的能源政策 核能政策 必須面臨重大的一些思考 都不要摸手成規 那所以 今天時間非常有限 有很多東西 沒辦法再進一步 討論分享 可是像運盟其實在這一次 有事先把很多問題 先越洋的 就是透過網路請教了Michael 所以各位也可以在 今天準備的講影片 看到後面的QA 不過因為他其實明天 應該說今天的半夜 他就要離開台灣 所以我最後一個問題 也想請這個Michael 跟我們最後說一下 就是說你這幾天來台灣的一些感想 以及給我們台灣的建議 那做為今天的一個講解 好 謝謝 台灣人是漂亮 好,我既然不喜歡 或好,육�電 但是我懶負 為這igor ponto的共產 以外的龐航的观察看起来, I'd really like to thank everyone involved I know, I appreciate and I know how much work it is to put something like that together Not only today, but in the past few days It involved quite a number of people, and I'm very grateful for that And I hope that it might trigger a process 我一直在想,事件都很用心,但只会变得意义,所以这些都会变成了一部分的运动。 谢谢你。 非常谢谢Michael。 其实Michael他今年还有一件事情很忙,因为首尔一直找他去。 大家以为韩国还持续在推动核能,可是我觉得他在这边不只是台湾,韩国他也比人家去思考,能源政策转向的可能性。 我更多的报告就是说,今天我们其实叫做专家会谈,套聚中心词的话来讲,或许这世界如果没有专家,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是专家。 为什么这样子讲,因为其实Michael刚刚提到,能源的整个思维可能往远是一个去中心化,是一个分散式能源的想法。 他刚刚提到的,包括农民,可能包括劳工,包括一个企业,甚至包括各行各样的人,他都必须参与进来能源政策的整体思考。 他也可能是其中一部分,所以里面需要很多有效的讨论,我觉得他是这次带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包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其实都是专家,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事情。 那其实是这样,就是说,绿萌在这次邀请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发了很多功夫。 包括,今天我们绿萌其实在台湾的第一报有个叫环境前线。 各位,这个报纸其实还蛮好看啦,虽然知名度比较低,可是我觉得他提供了很多信息。 绿萌每个礼拜都有一篇文章,我们也针对这一次其实整理了很多文章。 今天好几个写手,我们绿萌的包括理事或是一些秘书处的人员,甚至我们的一些志工朋友, 我们非常认真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大概不只是台湾要不要反核, 而是台湾面临的一个发展上要不要转型,台湾面临的能源政策该怎么去调整, 台湾面临的我们会有个更公益的社会,那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怎么去思考, 能源提供转型成Michael讲的能源服务这个角度,或者是说, 台湾需不需要这样子不断高耗门,高耗电,高耗水的这样的发展模式, 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都值得我们去探讨,所以今天我觉得这是一个, 可是我们说实话,我们这几天发现很多政府部门还用台湾要慢慢改革, 渐进式改革这个问题来面对现在我们的困局, 但是就算只要慢慢改革,我们总要往一个正确的方向走, 那个起步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最后再一点时间,我想请绿萌的这个, 也就是我们这次官单位的朋友,来跟我们报告一下, 那这次活动之后,绿萌还有哪些活动,欢迎各位一起来探讨一下, 因为不是开完会问题就解决了,还有在这一次的整个筹备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很多过程是值得跟大家分享, 因为这可能我们可以探讨未来台湾该怎么去变的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最后一段时间请那个旅萌的副部署长, 我们再跟我们再做一下最后的这些报告。 因为到了活动之后,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想着, 但是想请大家可能先再稍点一下, 其实大概里面讲到很多的问题都提到了, 包括说能源价格的调整问题, 那其实事实上能源价格调整的问题, 我们在今年其实经历很多, 我看这轮节目或者是报纸上, 大家都看很多, 那当然最后有一个结果就是说, 先涨了一下, 然后后来又有一个还涨这样子, 可是在这个能源价格的讨论里面, 其实就我们一个烟团结找路来看, 其实确实是有些担心的, 因为觉得里面其实, 虽然纵使后来的后面几波的电价是反省, 可是其实觉得里面一些很重要的关键的问题, 其实在这一波的讨论里面, 并没有办法得到很多的包包互动或者互相的了解, 或许都其实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其实是希望说, 我们其实办, 所以我接下来其实是广告, 可是我其实真是很认真的想邀请大家来参加, 是在下个礼拜11月18号该天, 我们在更新文教会, 其实举办一个那个标题叫做, 油电价格乱大乱沟中, 没告诉你的事, 这是觉得比较卡通一点, 可是其实是希望说在, 其实核电的存费的问题, 确实跟能源价格也是很有关联的, 那我们希望可以在这一次的论坛里面, 把一些之前大家在政论节目或媒体上面, 比较少谈到的一些观点跟一些重要的问题, 需要可以在上面做一些凸显, 甚至是最重要其实, 能源价格的问题, 其实是台湾要怎么走向一个发展的走向的问题, 就像刚才这位先生讲的一样, 就是说, 其实我们到底希望有一个什么样, 台湾要走向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那这里讲的各个环节非常多的一些问题, 能源价格其实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而已, 所以在这个问题里面, 我们其实会希望多谈到一些台湾长远的发展性的问题, 或者说, 特别是对于经济成长, 一些结构上面的一些分析, 或国际上面的一些分析, 我们希望在上面可以谈这些事情, 那大家刚刚进来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有拿到这个东西, 对不对? 我们其实在这一两年的过程里面, 其实发现, 虽然反和的议题, 反和永和的议题, 在台湾社会存在很久, 可是其实发现, 其实有很多很基本上面的认识跟资讯, 其实大家都不了解, 所以我们其实办了一个, 我们其实发起一个计划, 就是重新思考, 零和电全台巡回讲座, 确实我们的这个巡回讲座的计划, 可能确实比较是从反而角度, 不否认这一点, 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在这里面, 其实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些, 重要的一些讯息, 所以如果各位, 如果在各自的团体, 或各自的社区, 或者其实如果你可以找到20个人, 20个人以上, 其实你可以来跟我们邀请, 那我们会派讲师到处的地方, 去做这样的巡回的讲座, 那我们是希望说这个东西, 其实关于核电的资讯, 或能源的资讯, 不是只是存在在工部门的讨论, 或者是说少数的NGO讨论里面, 我觉得它必须要更深入的, 广到各个角落社区社群里面, 其实都应该进行这样的思考跟辩论,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找到, 其实可以来跟我们邀请, 那最后一个其实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绿盟其实是一个, 从连同绿盟的前身, 大概参与台湾的反合运动, 长达20年的时间看韦杰, 大概是从他在念清华大学的时候, 就参与到现在, 那是一个20年的时间, 当然反合的议题在台湾一直, 反合永恒的议题在台湾, 其实有很多高低的起伏, 但是确实在福岛的核灾以后, 其实绿盟在自己组织的工作上面, 做了很多的调整, 过去绿盟确实在很多在本身的, 要维持自己的运作上面, 会接很多不同单位的计划, 来维系自己本身的生存, 可是在福岛核灾以后, 我们确实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定, 是我们几乎现在是没有接任何的, 对外的计划, 那就是希望把所有的人力, 都投注在我们觉得重要的议题, 像现在反而, 或者是核电的议题上面,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决定, 因为过去我们可能大概有五成六成的时间, 必须做那些计划, 可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 但是在下了这个决定以后, 确实有看到, 我们这样做是很有成果的, 那我也觉得我们在这里面, 其实做了, 真的进行了很多很重要的工作, 跟很有影响力的事情, 包括我们的团队, 其实现在大概有五个以上的政治在这里面, 但是在财务上面,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所以我们其实是觉得, 其实是在这一两年里面, 我们其实是越来越有把握, 其实或许绿蒙真的未来, 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 不管是政策上面的倡议, 或者是行动上面的一个民间的组织, 在独立心上面, 但是确实最大的, 最大的门槛跟问题是, 在财务上面能不能够支持,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手上刚才有这一张, 就是右边有一个很像葡萄, 很像葡萄的这张单子, 那这张单子其实是, 就是说我们其实真的很诚挚的想要, 请大家可以考虑成为绿蒙每个月, 也许三百块五百块一千块的定期的任养人, 那这样子的任养的工作, 确实可以让绿蒙这样的民间组织, 我觉得是, 是可以保持一个更好的独立性, 跟财务上面的健全, 那这件事情对我们在推广未来, 不管是能源政策, 或者是能源, 或者反而相关的倡议,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那在这边, 我们其实以前讲的这件事情都讲的比较害羞, 可是我自己也感觉到这两年, 我对我们做的事情也越来越有信心, 所以我们希望, 真的是可以很, 请大家认真的考虑成为我们的任养, 其实最好在现场就可以签, 就是信用卡或者是邮局的存金, 现场签其实是最方便的, 那等一下就交给我们旁边的工作人员就可以, 那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非常重要, 那在这边先谢谢大家, 那在这也是主办单位想, 谢谢大家, 谢谢申汉, 我真的也代表主办单位, 谢谢大家, 就是说, 请大家能够, 就是说, 我觉得大家一起来推动这个事情,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所以今天非常谢谢, 来参与这个盛会的朋友, 但是我们要更谢谢今天来参与的这些专家朋友, 所以我们请热烈的掌声, 谢谢林子文老师, 这个是副主委, 特别要谢谢, 有道同报过来的Michael Snyder,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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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想就是说, 我们在在场, 不管你是在哪个领域, 我们在共同往, 对国家来讲, 都往一个正向的发展去推动, 不管你有钱出钱也有力出力, 我觉得这个问的掌声, 可能也给我们羡慕主委更大的信心, 以后可以更多我们, 可以跟我们其实共同来往好的方向推动, 即使大家的观点不太一样, 可是建议更多的故事, 把事情弄好, 我们也更希望以后Michael 可以有机会常来台湾, 因为觉得他常常带来很多很好的东西, 我想给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最后再次, 热烈掌声, 感谢这三位朋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的欢迎就到今天结束, 各位还是请你, 可以的话支持绿萌, 共同, 其实支持绿萌, 你也是其中一份我们共同, 往好的方向走, 谢谢。 太辛苦了 这翻译的朋友 包括今天翻译的朋友 还有这两天 阿雅还有朱鸿 非常谢谢 谢谢 好我们就会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要评 敬请定格